这是我们阿爸县的帐装 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穿我们阿爸县的帐装 今天就跟很多人一样都这样穿 一天老年人就很喜欢这样穿 因为气麻那些不方便 害怕会怎么说呢 就是把这个弄坨 所以这边就这样大交叉 对交叉一下 交叉一下再穿 穿了之后呢就这样 穿 然后呢就把这边的手机先破了 破了之后先把这边的这个弄坨 然后就把那个油扁的手机破了 这边呢就这样 在这里 这里呢有一个袋子 这里呢就是老年人去放牛啊 去放羊啊那些时候就这里专属就是放盐 就是喂牛的和去山上挖药的时候 就这里就拿着自己药吃的 白天吃的喝的都可以 这是一个包包 可以放小孩吗 这样就变成了 好吗 那小孩就拿着放呢 对还有呢就是 对可以 起码的时候呢就是女孩子就必须要把这个 你孩子就这样 把这个拴得很高 对这样 你们看这里很大 孩子就会 就两只脚放 这边放一只脚 这边放一只脚 放了之后就把这个盖起来 这个这个先穿 这个穿了之后就这边就放孩子 这边就这样 孩子就在这里 好好的 真的 这就是我们阿爸县的丈夫 就还是这样穿比较合适 我希望我们阿爸县的人 不要忘记 我们本地是怎么穿丈夫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 我们还是有传统的 好了